男人新生代演员尹灿荣 近期应出演张诗校园而爆红 日前他接受了时尚杂志的访谈 透露了吻戏场面的幕后故事 他坦言20岁的自己并没有接吻经验 此前也曾经想过初吻该不会在作品中实现吧 没想到真的成为了现实 在剧中线上初吻时 他透露自己第一次尝试靠近对方 却只碰到了鼻子 两人的距离始终无法碰到嘴唇 导致那场戏频频NG 反而是高中生扑持后更酷地表示 只是演戏而已直接做就行了 两人多翻尝试后才终于过关 对于剧中的宿敌尹奎南 云灿荣表示 与演员刘仁秀私下关系不错 一同拍摄时也聊了不少 两人变熟之后演出对立戏码 反而有更好的效果 虽然拍摄需要消耗极大的体力与情感 但也从中得到了成就感 对于许多人正在预测的《僵尸校园》第二季 第二季的期待